我們在加拿大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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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拿大 眼前這位加拿大人用賽德克族語自我介紹 他是時代輪定居台灣多年 二十多年前開始從事中英文翻譯工作 更深入了解台灣 就越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產生興趣 尤其是被電影賽德克巴萊吸引 片中不時穿插族語引起他的好奇心 一步步學族語也開始認識賽德克族文化 拿著中文跟賽德克族語的雙語繪本 不斷練習閱讀 這是時代輪最常練習族語的方式 應該是前 西部是旁邊 蘇鼓應該是草或草堆 那邊 大巴是牛 蘇鼻就是那個軍人 對 我就知道蘇鼻是什麼 所以我要聽大概十遍才聽得出 它的語意是什麼 它的整句的意思是什麼 幾乎沒有賽德克語聽說的環境 時代輪就靠著圖法練剛學族語 通過了最近一次族語認證測驗的 賽德克族德布達亞語中高級 也翻譯多本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跟繪本 你的語言會告訴你 會給你一些訊息 或是給一些線索 可以多了解自己的文化 了解自己的文化 聽起來很抽象 意思就是說可以了解你是誰 就是一個回答自己是誰的機會 穿梭在老婆的英語教室 時代輪說自己平時也會和女兒說賽德克族語 他鼓勵趁年輕時學族語 因為當一種語言消失時 根据損失的將是大量的文化資產 原始新聞喜故已故台北市採訪報導 阿尼 阿尼